说到恒天然公私如粉受污染的事件 那么对我们华人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不少的华人朋友往往通过邮寄的形式 为国内的亲朋好友邮寄回去 因而配方奶粉或者成人的奶粉 那么对于这次事件发生之后 相关的一些邮寄的一些工作是不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呢 本来记者就专访了新亚物流的王总 寄他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由于这个事件是近期刚发生 我们在短期之内呢 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既往中国的奶粉 目前我们统计还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因为在中国的消费者 他们可以选择的婴儿配方奶粉 不仅仅是受到影响的普通一段和黄金二段 黄金三段和四段呢 还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中国的消费者呢 他们现在也都知道这个黄金的三段和四段 里面根本就不含这个乳氢蛋白 所以说在短期之内 我们还没有察觉到有很明显的在货量上的变化 大部分这个中国客户呢 他们心里也对这个事件的本质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风波我个人认为不会持续太久时间 首先呢从新亚物流角度来讲 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物流公司 业务包括空运海运进口出口 所以说对于我们公司来讲的优积奶粉只是业务的一部分 但不能说是主要部分 这样的变化呢对我们的影响是肯定有一些但不是特别大 像现在我们今年刚开闭的一个业务范围 就是说优寄新西兰的应寄水果回中国 这也是我们目前大力发展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尽量避免奶粉的单一的经营对我们造成制约 大家要知道一个关键词 这次奶粉的召回事件是预防性召回措施 从此能看出新西兰政府和亨天然企业呢 对这个乳制品的严谨的态度 那么政府也是本着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采取的这个措施 所以说广大消费者我觉得不必恐慌 应该多关注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 继续对新西兰的乳制品充满信心